这个当初十六七公分的粗度 希望手都抓不过 一个高低双港 高度不是很高就有分叉了 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霸气的 这跟这个爆皮 这个真的挺不错的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车应该拉不回去 我们开了摩托车 也不打算挖它 就给大家拍一下看一下 其实说实话的 像这种呢 还不算大的 我这边比这个大的还有很多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 多大的有多值钱 告诉你 如果是搞去烧火 做柴烧呢 就是越大越值钱 越大 它这个木材就越多了 但是如果拿来做盆景 就不是说越大越值钱了 下面我还看到有一棵 我们去看一下那一棵 这一棵它也挺不错 这一棵它也挺不错 一个当港 一个当斜港的树头 板头可能也有十六七公分 很粗了 就这个港 一个到这里 我一个手都抓不过 这个整体的树式呢 是一个斜港 大概到这里呢 也就一米高左右 就有分岔 整体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太大了 我也没有地方能种得下这么大的树 所以就不打算搞它了 就是拍给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呢 我这边还是比较多的 十几公分 经常会有人说有那三四十公分的 如果有三四十公分的 刚说呢 确实我这边就少见 十多二十公分的 我都经常会见得到 所以说呢 做盆景这个东西呢 不是越大越好的 好了 这个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乐高 喜欢我视频 记得给我两个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